大家都对基督教有误解 觉得我们不拿香 就是不孝顺 当你做传道人之后呢 你觉得怎么去给他解套这件事情 拿香是基督教最早的 因为三千五百年前 神就教我们要拿香拜拜 无论要献祭 无论要做什么都要点香 是神要在我们当中 要跟我们说话 所以香的烟 就是通灵的管道 点香原来是神的教导 那为什么现在我们基督教不点香 因为耶稣基督说 只要你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 父就会成全 那就等于点香的功用了 所以点香是神的父父 那个叫做旧耶 耶稣基督说 你奉我的名向父求 这个是新耶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用生理来拜拜呢 因为耶稣基督说 祂是神的羔羊嘛 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嘛 所以只要你奉耶稣的名 就不必再有三生 对 因为耶稣本身就成为祭物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不要把我们的神主牌 把它拿下来砍啊 回啊 屁啊 杀啊 还人来看 它就是一个不孝的行为 而且台湾人所办的这个神 有大有小 他的职位就有不同的 对对对 因为台湾人最担心的是什么 因为是耶稣 那神明回来找我麻烦啊 会惩罚我啊 那么我们让我们所办的神 归在万神之神耶稣的群下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举行一个叫做圣别礼拜 让神明退位 归顺万神之神 那个灵就不会回来找你呢 它有一个归顺嘛 对对 那这一个归属是什么地方呢 是万神之神的圈下谱 那么公母呢 公母最主要的就是圣宗追缘嘛 对 纪念 那你知道你从哪里来的嘛 对对对 来纪念祖先嘛 对 这叫一个税心的方法 对 我们就把公母请回神室 下来带来给创造我们生命的主宰 这个叫做什么 让他跪在耶稣 对 然后呢 把神主牌上面的那些资料 写在基督徒家图里面 所以现在很多的年长的人 都在献耶稣 因为他知道我的祖先 和亚说叫火 对对 比较安全 对对 你要交给这个子孙照顾 对 到有一代他说我不拜 你怎么拜 对对对 你现在赶快带来给耶稣 这个叫做什么 呼应杂根 在我们的洗手 太有智慧了 听了我都觉得太厉害了